我们的小学生放学了 要给他补充点能量 今天Emily你又要吃鸡饭的时候 点名要吃鸡饭 我们现在是在一家远离市区的 离市区挺远的 其实现在市区的很多物价 性价比感觉都不怎么高了 我们只能找好吃的 性价比高的要跑远一点 半只餐餐可以吗 来半只已经点菜点上了 你们速度还挺快的 真的快了两点了 起码这个点大家吃不上 就是鸡饭你可以吃上 大多数鸡饭什么都可以吃得上 如果晚的话 现在客人还不少 还挺多的 很多鸡饭店这个点都关了 都已经打烊了 斩鸡看一下 鸡好像都是桶里面拿出来的 冷藏一下还是怎么样 看斩一下 这个是切的白 我们要的半只 老板你们半只鸡是多少钱 23块钱半只一整只是多少钱 45块是吧 好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他老板说也可以混的贴 就是白的 然后这个烧的贴在一起 也贴半只 就是非常挺好的 里面的吃饭的那个是你们爸爸老板是吗 你们都是后备 哇厉害厉害 原来大老板在后面 半只大老板在后面吃饭 你好 你好老板 真好真的是 不用自己来忙了 都交给你们的下一代了 真好真的是 属于教子有方啊 后继有人啊 是看看啊 你们也开了很多年老板是吗 在这边开了多久了 20年了 20年了这个店啊 哇厉害厉害厉害 20年了 真的是 就差不多从小孩 Emily比Emily还小 那个时候就开始小孩子就是慢慢做 做到可以继承了 哎呀 真好这样的店就是有人情味啊 你看还挺新的 我感觉当做有可能装修过几次啊 这个是一米水 都是店家自己煮的 这个是凉塔 原来是这个里面倒的 就呃 都是手工自己做的 挺好的 然后挺忙的 这个老板你们开到几点钟啊 5点钟是吧 哦是我们 还算也不算最晚的课的 主持人问你四则怎么样 他那个鸡很漂亮啊 很漂亮是吧 对 广告的 这个有加了 我加了一份 那个 麻油 没有 他这个上面刚刚淋的酱油和麻油 对 对 鸡就样子就很美 加了那个鸡肝跟鸡肠 对 鸡肠是很好吃 太好了 这个你看看 炸的超级脆 这不是每个店都有的 但是对 如果你碰到正好有的话 你必须要点一个这样的 必须要炸 炸鸡肠 炸鸡肠是不是也算 马来西亚的特色了 嗯 真的是 这种一般外国人都不吃东西 我们中国人就能做的特别 不是中国人 华人就能做的特别好 开心吗 就上学 就是为了回来 就是最幸福的 就能吃到鸡饭了 是吧 对他来说 刚刚点的是半只的 所以就没有 他一小份一小份的 他这里写的是 小份的鸡饭是六块 大份的是七块半 就是这样子 然后腿是六块八 怎么样的 这个要比市区要真的是便宜不少 价格实惠不少 然后各式各样的饭 怎么样 他所有的都在这边 就是这样子 所有的品种 我们刚刚叫的鸡蛋 是一块半 一块半一个对吧 鸡肠 这个是没有炸的 三块钱的是没有炸的是吧 一样的 一样的是吧 三块是吧 那么这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七块的有什么区别 这个 这个是完了 那我们刚刚那一份是三块的是吧 吃鸡肠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 啊 对吧 他等于就是有一股内脏的那种 内脏的味道 对对对对 觉得很多人是不吃的 我是很喜欢吃的 还有我们上海的 大多数男人会比较接受 女人有的时候会 人家下酒啊 啊 对是 他这个鸡是属于这种色泽的 带点粉的这个肉 不是说他不嫩 啊 这个白鸡 白胆鸡是嫩的 白胆鸡是嫩的 对 这就是稍微老 烧鸡是有点 老一点 对 这个就是不同两种鸡 不同的口感 他做法不一样 好的那种老老的 哦 也不是老老 稍微比那个 稍微比白胆鸡要老一点啊 这一般像我爱吃的就是 骨头里带血的那个是最好的 对你来说有点火候不够是吧 对 艾米你怎么样 好吃啊 你是可乐好吃呢 还是你的鸡饭好吃啊 它的鸡饭有味道的吗 是白饭还是属于那种 有鸡汤煮的 鸡汤煮的味道 艾米你给我这一口呢 嗯 它的饭是鲜的 嗯 它的饭就不是那种有的米饭 就有点带点颜色 它香料放的多 或者料放的多 是吧 它是 它是像白米饭 啊 有点像普通的米饭 是鲜的 嗯 是鲜的 是鲜的 饭不会鲜 啊 是是很鲜很鲜 这个饭 对吧 他刚才就说我很喜欢 他最喜欢他这个米饭 米饭啊 是 而且这米饭 你拿个勺子过来 我一看就是不成坨的 它这个米饭 是吧 就是散的 散的 它是属于散的 在我们中国的话 这些要会过这个鸡肉 我告诉你 真的 鸡肝的话 它就是绵绵的那个味道 口感很特别 大于如果不吃的可以试一下 有会第一口吃上去 就口感有点怪 但你吃了以后 像我就不吃鸡肝 我就吃鸡蒸 好香的 你这个真的是好香的 不过你不吃也好 我可以多吃一点 哈哈 鸡蒸是脆的 就是这样子 哇 鸡蒸是很不错 鸡蒸就应该脆 它的鸡蒸很脆 这样 鸡蒸就味道就淡 它就没有那种鸡肝的 那个特殊的香味 它就鸡蒸肉盆 大家会接受的多一点 鸡蒸应该是明目 应该是好东西 可惜我吃不来 你吃的这个 鸡蒸其实小孩多吃点干好的 对身体特别的好 发育特别的好 大家问米饭好吗 够不够 不够啊 墨 他说墨 现在你是我们家的饭量 我还是想给他两个人吃一份 然后后来我看他爱吃 我就挖了一小口 是 他就一份饭 已经吃完了 鸡饭他真的是生命中的最爱了 你不在马来西亚 你就吃不到鸡饭了 我告诉你 在国内的话 这白斑鸡配什么 是配粥的 配粥 我上海是白斑鸡 我问你白斑鸡 如果配白米饭 味道也差了很多 它不是鸡饭的话 就是配鸡粥嘛 对 差了很多 他一定要配鸡饭才好吃 这套很秀 刚刚我们那边是大本 刚刚那边是大的 我们又有点小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又是 这里就是这样的 对吧 每块鸡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真的 我不喜欢吃这么雪的 这就很适合你的口味 看人家鸡饭里面就是 就配点黄瓜 它有点番茄的 是吧 它的番茄还蛮好的 是的 是的 增加点营养 增加点素材 对 给艾米多吃点蔬菜 怎么样的 还挺风凉的 外面今天还挺热的 你看外面里面也没有冷气 就几个风扇 很凉快 主要是 房子 主要这里房子结构好 它砖墙厚 是吧 然后这是一排的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它就是里面 深度比较够 所以马来马六甲的屋子挺阴凉的走进去的话 都是这个样子 半只鸡吃的 超满足 有没有那种 米饭量挺多的 如果我们家老大爷来的话 再加一份米饭 再加一份饭够了 我们这个属于不是饱的那种感觉了 实际超满足的 这个感觉了 三个人两大一小吃半只鸡 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试一下 吃到后来 米饭还有 鸡还有米饭没了 就这种感觉 哎呀 Emily好吃吗 吃饱了 你要去干嘛了 要去shopping了 这就是吃啊买啊 就是你的生活 学习怎么样 学习性的生活吗 爱学习吗 学习的一部 学习爱学习吗 交感交感你的 是学习的主要动静 学习他说不是他的一部分 小家伙真的 刚刚我看到 小老板一个人在吃鸡饭 自己做什么就吃什么 客人吃什么 他们自己也吃什么 两半没有 看一下多少钱啊 今天我们叫了什么 来 来教了 其实三个饭 三杯饮料 凉茶 一米水啊 可乐是吧 然后半只鸡 豆腐干 卤豆干 鸡肠 还有鸡蒸鸡杂 说起来都半天了 这个多少钱啊 40多 42 42块钱啊 哎呦 真的太好了 太划算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家 挺有人情味的 富传子的一个鸡饭店 啊是好 好比好喂鸡饭店 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自驾游可以过来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离市区也不近 然后大家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可以路过这里也也不错 我觉得是也是必经之路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不爱学习的Emily 爱学习的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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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说不爱学习的 好我们跟大家拜拜好吗 再见啦 再见